加多腳踩著綁,簽了都不行 涉嫌已不能銷售手法 推銷受傷計劃的皇室簽認和附屬公司簽得行 再多一個31歲女職員被捕 而前晚被捕的主席和7個女高層 通宵扣查後獲准保釋 警方近兩年接到500多個市民投訴 都是參加了免費受傷療程 但要先給兩皮幾夜 在限期內減到指定磅數 便可以退錢 但有前員工爆料 說有高層指示員工幫客人磅重 要加多腳踩著綁 令客人永遠達到減肥的標準 有人就因此而欠落就身卡數 撕款過千萬 而昨天除了灣仔總部 全港多間分店都照常營業 更有客人上門 職員都不願多說 皇室簽認就只是說警方調查中 皇室簽認不作評論